世界万象要带您关心到庆祝端午节登场 民俗活动是五花八门 在中国湖南凤凰古城的抓鸭子大赛 已经有120年的历史了 据说抓到鸭子就会得到一整年的好运气 而在重庆的水云龙表演 由实名壮汉抬起了18公尺长的巨龙 让民众上龙来泼水祈福 而在新疆塔里木河岩岸的部落 民众雕刻了红羊木 花分一周时间打造卡盆船 是当地特有的民俗表演 中国端午廉价登场 各地民俗活动五花八门 湖南的抓鸭子大赛更是独一无二 只见一只鸭子掉到水里 周遭民众群起风抢 见起阵阵水花 凤凰古城的抓鸭子大赛 有120年历史 吸引民众塞爆河岸挤在桥上 企图找到好位置观战 一个急转弯鸭子伸手脚剑逃过一截 据说抓到鸭子等于抓到一年份的好运 为了讨个好彩头 参赛者苦苦追赶 在水中再浮再沉 同时重庆的水云龙表演 也令人目不暇己 传统文化中 龙欲水则新 所以说向龙泼水是一种极力的事情 十名壮汉首武足道 抬着18公尺长的巨龙 穿梭在古色古乡的街道 由民众向龙泼水祈福 水云龙在古代是保佑国泰民安的仪式 如今演变成佳节活动 而新疆也有世代传承的文化 卡盆船是他们交通出行 打猎捕鱼必备的一个工具 那么传承到现在就成为了当地一个特色的民俗表演项目 身穿部落传统服饰 大漠民族刀狼人手持木杆 在塔里木河中撑船竞赛 这里是维吾尔自治区的阿瓦提县 民众利用常见的红杨树 花一周的时间打造卡盆船 以前这是重要的交通工具 如今演变成特色民俗表演 更带动观光产业 让当地游客络绎不绝 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